中美貿易戰 投資朋友大家午安喔 我相信在這個禮拜 不管你是旗子做股票的 在看到最近 國際面的一個消息 其實真的變化 非常的大 其實都是圍繞在 還是老梗啦 這個中美貿易戰 其實做過去我很少 從中美貿易戰的角度 來跟各位去談 操作 因為 因為就像在去年我們所 談到的幾個重點 因為中美貿易戰我相信 有印象以來 從去年年中到現在 其實已經過了快一年了 其實你回到 台股的一個 或者本身的架構來看 其實 影響是 短期的 就像 這個禮拜一 川普的一個推特的 一篇發文 就讓 國際股市大敵 但是 隨後市場還是會 步入他的一個 正常的軌道 當然第一個對於 投資人的 操作的心態啦 市場的氣氛啊 短線當然都會受影響 不過就像我講 從去年到現在其實 你真的不用理會太多 你如果太在意中美貿易戰 太擔心 這個一些 不必要的 擔憂率的話 就像擔憂 哇這個 會怎麼打 他們會怎麼瞌睡 其實 你想的越多 你反而越賺不到錢 好 甚至在之前 我從個股 從基本面 其實 我用不同的角度 帶各位來看 好 我們在今天 其實我覺得 有一些重點 好 我先預告 當然今天 因為 下禮拜即將母親節 我們也會有 這個母親節的專案 好 等一下我會講 好 那我先看我今天的測標 我說 中美貿易戰開黨 反而是點燃台北股市 下一波的行情 我想我們的看法跟其他人 你會覺得不一樣 就像這幾天可能 突然很多分析師 禮拜一大跌的時候很空 好 但是如果禮拜一 你有看我的直播的節目 或者我在非凡連線的解盤 其實我講得很清楚 最終這個盤 我們第一個 回歸基本面 我們可以找到很多 GU的好股票去做 甚至去逢低 減便宜 等到過一段時間來看 我覺得這個行情 都會做一個驗證 驗證我所講的 在這個時間點 投證你差的就是說 有沒有人帶你去進場操作 有沒有人去幫助你在這一波 尤其這個時間點最關鍵 好 手上的股票 你一定要做好調整 好我們常講嘛 一定是太弱流強 遮優折強去做一個佈局 好 我相信在昨天我在 Lighter 在FB上面 我有跟投資朋友做一個統計 因為 最近有很多的一些法說會召開 尤其我們貴買中心 最近在五月中下旬又舉辦一系列的一個法說 好 有六場 但是我們能力 這個相對是有限的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們只能挑一場去參加 好 那昨天的統計的結果出來了 好 大家最有興趣的一場 是五月三十號五月底的那一場 是由 有網榮 有金鴻金燕這三家公司的法說 在五月三十號那一場 是最多人投票的 就有好幾千票都是投這個 五月三十這一場的法說 好 那我們今天我就先從這場各 好 帶各位講起 好 再從這樣的觀念 你可以去釐清說 為什麼我講中美貿易這樣不重要 甚至 即便真的中美貿易開打 我說全球的 經濟景氣 當然你說會受影響 這一定會 但是不是全部的產業 都要跟著走低 你要有這樣的一個觀念跟想法 好 那 這一波應該算是我們在今年三月下旬 好 從三月中下旬 四月到現在已經五月中了 好 這兩個股我相信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好 就是遊戲股的3083的網榮 大家一定都是記憶猶新 好 因為我們從他在起漲之前 就一路跟各位談 好 好 那剛好順著到今天 尤其他月底又有法縮 好 我們就從這兩個股 帶各位去看 好 我們當時的一個選股 甚至我分享給各位 好 為什麼說有基本面支撐的股票 你不用怕它 好 這是網榮的K線 好 其實從過去以來 我們從三月中下旬40塊錢 一路跟各位談到分析以來 其實你看得很清楚 好 我就問各位一個問題 這哪個股 你手上有的 好 或者是說你在過去 我們的會員就除外了 因為會員我們都有 那如果說你過去聽我的分析 你有買 有賺錢的 好 在今天你要給我們團隊一個 非常大的鼓勵 是不是 應該要這麼做 因為 嗯 嗯 當然第一時間 你說很多人問 網榮接下來 可不可以續爆 操作該怎麼樣 留意一些重點 好 如果你在禮拜一 有看前線百分百的 應該都有印象 好 因為當時我 這禮拜一 我所主講的內容 是教投資人 好 在操作實戰面的部分 一些停損停定的技巧 好 那網榮當時我已經有做了一個 範例的說明 好 我談到 持股續爆是沒有問題的 好 其實很多人還很懷疑說 老師這個 台股不好了 這個最近波動很大 是不是要先跑 好 但是你回過頭來看 好 不用看太久 就看今天就好 他又創新高 現在大漲7% 好 昨天你今天早上起來 看到美股跌那麼多 好 有沒有很害怕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害怕 好 道琼跌了400多 盤中跌了500多點 好 都那個四大指數 都跌2%以上 你一定會問 老師為什麼 你手上的持股 你手上的持股 你手上的持股網榮 還可以創新高 這個就是我 過去所常講的一個重要的觀念 好 選股是最關鍵的 好 如果你認同的點個頭一下 好 大盤的波動 漲漲跌跌 這一定會遇到的 好 但是你手上的股票是 相對強勢相對極優的 其實你 不用太去擔心說 我們常講說太過啟人憂天 擔心川普會不會又要 又要表態 又要PO文寫什麼 因為我們沒辦法預測 你也不需要花時間去預測 但是因為現在資訊太氾濫了 你會接收到太多的訊息 然後去影響你的操作 這是必然的 這個是我們在操作的一個行為 財務學上、心理學上 常會遇到的問題 但是我講 你要怎麼去克服這個問題 如果你當然心態夠強 你的觀念夠正確 我當然知道有很厲害的人 一般的也許 有一些專業級的投資人 也許他們做得很好 但是我知道多數 多數的投資人其實在 這一波的操作 其實從過去的一個歷史經驗來看 都一定會受到新聞面、消息面的影響 所以為什麼說 你跟著我做 好處在哪裡 你的進出、操作 一定都有一定的依據 就像我在禮拜一前 先把賣交各位的 停損停利它很重要 那你能不能做到 我們就打一個問號 因為多數的投資人是做不到 但是你跟著我做 你就照著我的訊息指令去 進場做操作 好 所以網絡這一波的操作 我們都是 還是看多 但是我知道很低 很多的投資人會問 那現在空手那怎麼辦 好 那第一個 我不會帶你去 再去追買 好 我不會再帶你去追買 因為我說這一波的行情 還是有很多 基督的好股票 我們可以逢低做 就像一個多月前 40塊的網絡你可以買 但是你沒有跟上來 但是你沒有跟上來 其實你看我的FB 看我的解盤 你看我的LINE LINE上面的訊息 你看了一個多月快兩個月 我知道很多投資人是 看了也沒有買 我知道有很多是這樣 然後通常都是等股價漲起來了 可能才來問我 現在可不可以去買它 我覺得多數投資人是這樣子 甚至最近我公開分享的這一檔 華電網 在上禮拜 我是不是還有在LINE上面 送給各位 相關的一些研究的資料 其實這個也很清楚 就是 我們在勞動節 前一天佈局 那時候才在17、18塊 現在創播段高27塊 其實還是很強 其實從這些個股身上 你感受不到說 這個大盤最近好像有點回檔修正 其實你感受不太到 因為 這一些的強勢股 都是我們在 這一波 其實我們就公開分享給各位 當然我們也陸續帶我們的 投資朋友 進場去做一個操作 因為這些東西 原則上第一時間進出的訊息 因為很多人會在LINE上面問我 當然我要先說明 就是說 因為一些法規的規定 我們不能對 就是不特定人 也就是說非會員 去提供一些買賣點跟價位 因為不是說 我不回答各位 因為太多人問了 因為我LINE上面太多人了 有時候每天的訊息 就上百折上千折 那很多人問的這些點位 價位 我一直強調 我沒有辦法在 LINE上面給各位這個明確的訊息 除非是 會員除外 你可以收到相關最明確的 進出的 點位 時間點 價位 甚至當然你資金比較 多一點的 甚至張數 我們都會幫你做一些 規劃 這個是給會員的部分 那非會員你在網路上問的這些 點位價位的部分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回答各位 因為這是法規的規定 那我只能跟各位講 因為最近很多人問的 網絡的部分 因為昨天很多 同學都很熱情的投票 希望我們去 聽哪一場法說 聽完法說 因為法說是公司 對外的一些 業績的看法 對公司營運的展望 我們都知道法人 很多都會參加這樣的一個法說 當然我們的團隊也會 那我們挑了這一場 當然法說過後 我們會把相關的這些資料 再分享給各位 那關鍵就在於 在這一波的網絡的一個佈局 我常講就是把 成功的模式不斷複製 就像在今年初 我當時跟各位 談到的一檔 紅包股 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這個6213的連貌 這個我們忠實的粉絲 絕對都記得 因為在今年1月說真的行情不好 就農曆過年前 那時候台北股市破萬點 因為很多投資人問我老師 要報什麼股票過年 可不可以送大家一檔紅包股 如果各位 是看我節目一陣子的 不是最近這幾天才看的 你有鎖定我們的一些相關的節目 直播 或者一些文章的分析 在今年1月的時候 當時我們送給大家的這個紅包股 連貌 因為那時候市場上在講銅箔基板 就是三家公司 台藥、台光店跟連貌 很多人說 很多人問說 為什麼當時會挑連貌這家公司 我當時談到幾個重點 低本益比產業的前景能見度高 那相對於位階又低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在1月份 50多塊錢差不多50出頭 我們會跟投資朋友談到 在連貌的部分 你可以報股過年 其實大概就1季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股價已經漲1倍了 到112 當然我也不鼓勵各位再去追了 因為 你1月份沒有跟上來 或者 當時的紅包你沒有收到的話 現在再去追我會覺得 有點太高了 有點太高了 不是說他業績不好 股價沒有空間 只是說 我們還有更好的選擇 待會我會跟投資人講 我們絕對還有更好的選擇 因為 現在這個行情 我覺得就是很標準的 有點輪動的一個架構 有一些過去 比如說業績好被低估的 他還是很強 甚至最近這樣的行情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 還是可以樂觀 因為很多財報不好的公司 股價都大漲 有點詭異 你可以用詭異來看 或者你可以用我在 禮拜一前線百分百節目 教各位的操作的觀念 他叫做利空出境 我先給投資朋友一個觀念 為什麼說這個盤 你絕對可以做 立即做社評IC的公司 第一季是虧損的 如果按照很直覺的邏輯 我問投資人 你看到一家公司 哇 就是公佈財報 結果第一次 第一 就是財 這個財務數字是虧損的 多半你會怎麼想 哇 那這家公司可能明天的股價要跌 哇 這個第一季虧損 原本賺錢的 結果變虧錢 通常 我們很直覺的邏輯 去想 股價的表現一定會不好 因為有些有賺錢的公司 但是股價反而還漲不動還破滴 那何況是虧錢的公司 我相信我講的沒有錯吧 大家應該 應該也是這麼想 當你看到財報 因為最近都陸續公佈 你已經看到 哇有些公司 哇財報轉虧了 哇那明天股價完蛋 但是像相反 這個網路上一句話 這個 叫越爛越噴 然後 財報越爛的公司 越會噴 這個是立基 他第一季虧損 結果現在股價來到64塊7 連拉兩根紅棒 今天創波段高 好 另外一家公司 是上禮拜也是公佈財報 也很差的叫台虹 結果你看他公佈財報虧損 外資連四買 股價還沖上波段高 再來更早之前 我們有跟各位談到的 叫原相 第一季賺了0點多元吧 非常少 成績很差 股價100多塊 你想這個一季賺不到1塊的公司 股價可以到100多塊 怎麼可能 通常公佈財報要跌 結果他公佈財報不跌反漲 這些個股當然 要給投資者觀念 我就是說 這個盤還是有所謂的 多頭表現的空間 因為 能夠有利空出盡的個股 你就知道市場上的氣氛也好 甚至現在的資金 它會流向哪裡 真正的空頭 我舉例好了 你會看到的 絕對是利多漲不動 利空不斷的破底 那是很標準的一個空方市場 但是現在不是 所以中美貿易的部分 我覺得 就像我一開始 直播一開始講的 從去年打到今年 你也不用太過刻意放大解讀 就是一個平常心看待就好 短線的對國際消息的影響 我剛剛舉例這些公司 其實你都看到了 利空的不跌反漲 利多的漲更多 就是業績好的 滑電網也是創高 網絡也是創高 當然這個月底的法說 會在 在我們公司的研究員 去做這個 進一步的研究 那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其實在 這一波 我要給投資朋友觀念 操作進出 其實你跟著我們做 當然當中有賺有賠 不過 一個 長時間的架構來看 你能夠找到一個 獲利的模式之後 其實你操作可以很輕鬆 你看像最近我們的一些操作 以連貌 我們當時分享給各位的紅包股 當然我們沒有這麼厲害 出在最高點 但是 一個波段的行情你能夠抓到 其實獲利也不錯 當時的陳明店 我們做一個比較短線的操作 大概還有12%以上 連貌 大概有五成 起機操作比較差一點 賠錢 我們那時候資金做調整 因為股性比較牛皮 先鋒 當時我們在逢高也有先減碼 也有先減碼 那最近我們手上的持股 可以看一下 網絡我們從 41.1進場 這個是統計到昨天的價位 還有 目前獲利有30%以上 加上今天快接近四成 那比較差的兩檔就是天玉跟新唐 好 當然這兩檔 一些產業基本面從網面 我們過去都有解說過 甚至在今天我給會員的訊息都有談到 那原則上 目前我覺得架構沒有變 除非後面有新的變化 我們才會再做一些換股調整 目前手上也都還有 滑電網 算是這一 過去一週表現算蠻強勢的 我們從17.2陸續進場 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接近快兩根漲停 20%的一個獲利 所以 當然中間一定是 有賺有賠 我們不可能每一檔股票都賺錢出場 我也講過 我們沒有這麼厲害 但是 我們要做的就是說 把自己的資金 把自己的操作 能夠用一個很穩定的方式 能做到這樣就OK了 當然最關鍵的 就是我講的 或許這些股票 就像網絡我們講了快兩個月 你看看人也沒有上載 甚至我上禮拜 我送給各位的滑電網 有拿到資料的舉個手一下 我相信應該很多 因為那天 在LINEET上面回憶滑電網 要拿資料的 我說留言拿資料 就已經好幾千人了 那現在有看直播的 應該在當時 也有拿到滑電網的資料 舉個手一下 甚至留言區可以回答一下 你大概知道這家公司在做什麼 為什麼我們當時會看好它 不管從 單純的技術面 現行的價量結構 甚至從它的 基本面產業的佈局 我們 在上禮拜 五一勞動節 我送給各位的資料 大家一定都有拿到 那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為什麼 它有上漲的機會 這個我們公開分享給各位 當然第一時間我還是先帶 投資人先佈局 當然如果你有興趣的 我說那時候五一勞動節 給各位的勞工節的禮物 因為我們很少去送股票給大家 那原則上 你也可以說運氣不錯 其實都可以 就是說 滑電網如果你有跟上車的 有賺錢的舉個手一下 不是會員的你舉個手一下 在留言區可以回應一下 多少錢上車的 是不是在我跟各位分享的時候 其實這幾天的行情 你原則上 應該也不會受傷到 賺多賺少就看你買多少 或者你怎麼佈局 不過原則上 這就是我們在過去這一小段時間的一些 操作的一些進出的過程 那我們要給各位的一個觀念就是說 現在這個格局 絕對就是要做好持股上面的挑戰 因為我一直強調 營收財報陸續公佈 那當然有一些不如預期的 好 我們要做減碼 那有一些 就是說這個叫 被遺忘的保障吧 應該這麼講 因為我們從這些財報產業的蛛絲馬跡 你或許可以看到 有些不錯的公司 它的股價相對還是被低估的情況之下 我們或許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一個很好上車的一個機會 有大家都有 有很多人都說有華電網 也有跟到對不對 網絡應該更多啦 因為問網絡的投資人是更多 有一部分人是問 獲利要不要續報 當然有一部分比較可惜 有一部分最近很多問網絡的是問說 前面都沒買現在還可不可以上車 所以我說有時候 為什麼你要加入的原因在這邊 有一個明確的訊息指令 告訴你進場的時間點跟價位 你才會有這個動力去買 很多人看我節目 看一看 聽一聽 但是最後 沒有去執行 那anyway就是 你就錯過了這樣的機會 所以我在今天 我剛初跟各位聊到就是說 母親節的專案 因為本週母親節 那我們也準備好了 下一檔股票要準備上車 因為我不可能再帶你去買網絡了啦 因為已經差了快40% 華電網你也差了20%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到的 這個行情 利空出境的股票會漲 財報很好的強勢股 還能再創高 這很明顯就是 多方的格局 操作的心態就是偏多 它是沒有變的 那我要帶這一波新進的同學 我們當然是佈局新的個股 所以 下一檔股票 當然我們只能先遮住了 先把它這個 馬賽克一下 有馬 我們這個是有馬的圖片 不是無馬的 那 這你應該看不出來是幾號啦 因為連我自己是 我都知道它是幾號代號的 我都看不出來它幾號 你應該也猜不到 所以 想把這個馬賽克解開的 你想更好 下一檔股票的 我希望投資人 準時上車 因為 從過去 從今年的 紅包股的連貌之類的 然後 這一波的網絡 華電網 有些個股你 錯過了 我不希望在 這個 五月份的行情 應該不只講五月份 我認為是接下來這一季的行情 你能夠緊緊的跟著我 其實你可以感受到我們團隊的一個 用心 當然你看我的節目跟其他分析是不一樣 也不是天天漲停板的 但是 我們的布局就是 很扎實的 一步一腳印帶各位去 去操作 所以第一個 我在今天跟 投資人所 分享的一個專案 這個 母親節的一個專案 那 我們在 短期的部分 目前是3加1 所謂3加1就是 買三個月再送一個月 是28,800 6加1 你買6個月的 會期 我們會再加送一個月給你 是 50,800 那買一年 12個月的會期 我們 當然 理所當然就 再多送兩個月 所以你大概除一下 如果你參加短期的 4個月是28,800 大概一個月是7,000塊 那如果你是參加這個一年的 除下來 不到7,000塊 不到7,000塊 所以是 當然CP值更高 原則上 我是希望投資人都是 至少一年以上 只是很多人因為資金的考量 或者是說 資金的一些需求 也許你 沒有辦法短時間拿那麼多錢出來 沒有關係 你可以先加入短期 3個月或6個月 賺到錢你可以再續約都可以 只是為什麼我希望投資人就是 一次就是加入一年的 因為畢竟 我想做股票我們也不是做 做短線的 做一兩個月就不做 兩三個月就休息 那畢竟長期你能夠願意跟著做 其實 我覺得績效它會更穩定 好 就像我講的 我們做的是 能夠給各位的一個目標 我們的一個 團隊的一個宗旨 就是帶給各位一個 穩定的一個操作 所以這次母親節的專案 應該算是今年以來最優惠的一次 因為我剛剛已經大概算了一下每個月的 會費金額 其實 算不貴了 算不貴了 那我們的諮詢專線 待會大家都可以撥打 或者你可以先在留言區 先 先做個卡位的動作 可以先詢問或者在LINE上面做詢問 那直接來電當然會更快 是0800615588 在這個側面的一個部分 0800615588 這母親節專案 到5月14 從今天開始 到5月14截止 當然這個母親節 給各位的一個好禮 當然希望你能夠好好把握 那 今天的行情 原則上 就像我講的 真的你不用看得太悲觀 昨天美股跌成這樣 目前台股也不會跌個 60點不到 很多人今天早晨說 台股今天是不是要跌個一兩百點 其實並沒有 期貨也不會跌了43點 所以 說真的 不用 太隨著市場 而 恐慌 就像我講的 把股票挑好 把操作的方向 這個 擬定好之後 原則上 就像我講的 這個行情 我覺得真的機會 這個行情 很大 我們當然不能保證 你可以賺多少 我們不能保證獲利 但是就像我講的 當你手上股票是抓對的 其實 指數的波動 你慢慢能體會我講的 很多人常講一句話 叫選股不選市 其實從最近一些個股身上 你就可以感受到 什麼叫選股不選市 弱勢股它還是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有兩種 一種是不斷破底的 就像國巨 好 那 被動一間我已經 看空很久了 我希望你有聽進去 你看今天又來到287了 逼近前低了 這叫弱勢股走自己的路 也有強勢股 就像網龍走自己的路 同樣的時間點 同樣的週期 當你買錯股票 跟買對股票 差異就在這 大盤還是 在1萬點1萬1上下震 但是 個股的表現 其實你從這兩檔來看 我只要給投資朋友 這樣的觀念就好 為什麼叫選股不選市 當你選對股票 其實有時候 只要不是處在那種 像去年第四季 那種全球系統性風險的修正 原則上 關鍵還是在個股 你說像金融海嘯 甚至像去年第四季 那種全球股災 我說那無可避免 幾乎所有股票都會回答 但是多數的時間 全球的股市 是處在一個 比較穩定的架構 就是多空循環漲跌 那種OK 不是那種系統性 全面的一個崩盤 那 關鍵就在於選個股 那個股怎麼選 當然 就是這交給我們的團隊 因為很多基本面 籌碼面消息面的因素 如果說你判斷不是這麼準確 那我歡迎各位 跟著我們來做 當然在旗子 自動下端的一個部分 就像我講的 其實從今年 大概農曆年過後 我們才陸續對外做一個招生 那 城市的交 城市交易的部分 我前上禮拜 我有錄一段影片給各位看 其實我們看的是一個長線的架構 你問我說老師你的系統 每天能賺多少 每週每個月穩定獲利多少 我說這個觀念錯的 你說我看的是什麼 我看的是 這套系統 城市下端的系統 它是可以很穩定的 在 我講的長線真的就是 至少也跟股票 股票到最後年 期貨也是 這一年它是真的績效 每年負利的效果 而且 自動下端你不需要去盯盤 我說好處在這 而且現在做 做旗子的部分 像都有夜盤 你看最近的夜盤都很精彩 早上大漲半夜大跌 或者白天台股大跌 晚上又翻 但你在半夜 你不可能起來看盤 我們沒那麼認真 我們也要睡覺 但是 現在的環境 技術已經可以做到 期貨從夜盤到日盤 幾乎24小時 它根據訊號自動去做一個下單 所以 第一個其實我也不太喜歡 每天貼一些對象單給各位看 貼一些進出 因為 說真的 做自動下單做一個 程式交易的概念 是一個長週期的 你問我 這一波行情 或者這幾天賺多少 我講實在話 那個 觀念是錯的 如果你真的了解 自動下單的精髓 當然 在應該過幾天 我會再錄個影片 給各位去 了解一下一些觀念 因為 我們上次有談到 一支程式或一個系統 總會有面臨所謂 當然賺錢不講 它會有一個最大虧損的時候 甚至有所謂的叫連續虧損 那 只是說你現在處在的週期 有時候是剛好處在虧損的時候 但是 我們那時候給各位看一些線圖 就是那個 AI自動下單的那個績效圖 時間拉長來看 趨勢還是向上的 只是中間它會有正 賺錢賠錢賠錢 甚至有個我們講這個 桌到的一個修正 但是整個權益 你手上的一個部位拉長來看 整個獲利是可以放大 所以 不管你做股票做旗子 有興趣的 都歡迎報導我們的諮詢專線 0800-615-88 那今天直播就先到這邊 拜拜 - 右上角的訂閱內容 給它用力的按下去 有什麼精彩的分析內容 你也想收看的 在左下角 可以觀看到過去的一個什麼 紀錄影片 想要提問留言區的部分 就是給大家發問的地方 當然千萬不要忘了 鯨噹 一定要記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時間 收看到最及時的資訊跟影片 對 你 你